主席介绍一下 我们这是行安街18号的4Residence的招待会 多谢各位新闻界的朋友 今天抽时间来这里 我们这里位于观塘的市中心 以交通方面和市中心商业区为我们的招来卖店 我们现在已经拿了这个入伙子 大约3月左右我们就可以有满意子 到时就可以交楼给买家入住 是一个短期的楼 即是一个很快速入伙的项目 如果买家是有入住的需要 其实很快速就可以满足到 目前来说我们开放是有4个示范单位 有不同的主题 我们也欢迎各位有兴趣的买家 来我们这里参观 目前来说我们以一个新价单 最便宜的$13,000多的建设单位 我们相信这个价钱也是 在九龙区来说 都是一个相当优惠的价钱 我们以这个特别的价钱 就吸引买家 给买家有一个很好的选择 会否说开放到新价单位 或者是26楼那里 现在的看衣服的情况 或者是如何查询 其实开放了之后 那个反应都相当理想 每天都有100台客 目前来说我们差不多开了一个星期 都有8、9、8的买家 已经参观过了 会不会担心 其实都有一些新价的博物推出来 本屋定价都比较有接约 担不担心一个竞争 还有会不会想着 再加一些优惠 或者可能有些新安排去 再吹谷下的消息 首先我们不会担心我们做生意 每个发展商有自己的目标和安排 以我们来说 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市区的项目 我们的价钱应该在市区来说 是相当顺利的了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是一个 有一定的吸引力 如果其他发展商 他们有他们的销售安排 我们会觉得是令到市场更加蓬勃 更加活跃的话 是对于买家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会不会说我们什么时候交楼 或者那些时间有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预计是三月底 出了CC就可以成交了 买家来说 在那段时间 其实过完年 可以准备去收楼 所以对于用家来说 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不需要等 也在供楼方面 不需要说供完一轮才可以入住 差不多是可以入住的项目 看见到最近除了差股署 都公布了一流价指数 看见其实都超过了六年 半20年的新低 其实对后市又会有什么提法 这个始终楼市有高有低 其实是一个循环来的 目前来说 可能来说就慢了一些 因为经济 环境各样都似乎是 开始复苏 我相信 迟一些 那个市场的气氛 会更加好的时候 和这个息口向上 或者向下的时间 令到买家的信心更加加强 就应该市场会转为活跃一些 所以我们会觉得 现在来说 是一个入市的良机 因为始终我们会觉得 去到这个地步 或者去到这个价位 似乎已经差不多是 楼价、地价、建筑费 都差不多 很多打和的情况 有些是 比这个 楼价方面 也有部分 有些折让的话 所以是一个 很适合入市的时机 需要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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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新判 都更新了 一些安排 都要推出一些 先住 后住的 plan 你们会不会有打算 推出这些 对此计划 这件事 我们会根据市场的需要 留意着 因为目前来说 我们是 那个 满意志 就在三月 如果有任何的改变 我们都要等免意志 出了 才可以作出一个调整 不过 目前我们会留意着 市场的变化 始终 其实 项目的单位数目 都说 不是特别多 会不会想着 考虑到现在的销售 整体情况 会不会想着 留一些单位 自己拿出来 出租用 因为这是一个 我们和市建局合作的 项目 目标 我们都会全数推出 所以 目前来说 我们没有考虑过 这个选项 您想说 加推之后 在销售前方 是什么 自从我们被烟楼推出之后 更新了价单 目前来说 有四伙 新的单位成交了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